从台商劳工到国会 民间对于政府经济施政的不满 已经越来越升高 而这也加深了政府拼经济的压力 行政院工程会主委陈正川 在这个星期一宣布 政府引进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 今年的签约总额突破新台币1000亿元 明年将上看1500亿元 马总统说 要给财经内阁一个月的时间 拼出有感结果 不过因应景气低迷 政府积极引进民间资金 参与公共建设 真的能够对经济情势有所拉抬吗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行政院推出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引进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 金教老师 您怎么看政府的这个拼经济方案呢 首先我要说了 政府该不该拼经济 或是政府该不该救经济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 也值得讨论的课题 可是今天全球大概都是认定 政府要在这里 然后担当非常重大的责任 这是非常典型的凯因斯的理论 凯因斯的政策 它的政策就是政府然后要出来 然后来创造有效需求 特别强调就是创造 而且创造出来的那个需求 就是有效需求 那这个需求其实有两种 一种所谓的内需 一种是外需 那个内需就是消费 然后投资 还有这个政府 这个支出 然后这个外需就是出口 这个出口到这个其他地方去 那在现阶段我们就知道 全球经济不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出口方面 碰到一些困难 所以就是用那个凯因斯的 这个手的横等式 要来创造需求的时候 现在外需很难创造了 所以就要来创造这个内需 然后政府又没钱 那又不敢太去印钞票了 所以现在脑筋就冻到这个民间 而民间人你叫他来自然的投资 现在又没有投资机会 所以市场根本是没有 这样种这个需求 所以现在就用政府 然后来推动 然后用这两种一些方案 那现在这个动能方案里面 那其实是琳琳满目 但是现在所推的就是 要让民间人然后来参与 这个公共建设 那民间不来 所以你就用各种的这种方式 然后鼓励来 不过这个是非常的矛盾的 因为公共建设 其实它是很难有这个自然性的 那这个到底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个民间来了以后 因为现在是用这个VOT 这个民间行建 然后来营运 那最后送给政府 那这个民间如果是无力可得了 他怎么会来 所以这是个课题 好 民间如果是来 然后他营运的时候 然后亏本什么 那是不是要那个政府 然后又要进场来 或者说他的资金 是不是这个去借的 而这个借是由政府来保证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我们不要看这个数字 然后把它堆上去 然后这个GDP就增加了 然后经济成长力就增加了 我们应该看这个里面的内涵 所以不要这个匆匆忙忙 然后需要来推 来救经济 然后用这个数字来造业绩 我想这样是不太好的 我想这样是不太好的 那么再来 我们下来 可以看这个 对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